市長 想問一下 因為先前說那個房地產是戶奪群山 然後被質疑是炒房戶長 我想不要斷章取義 我那天講得非常清楚 上下文 尤其在下文我講得更清楚 維持房地產的穩定 不可以暴漲 也不要暴跌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經濟行為 我講得很清楚 穩定是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就把它 有一些人就把這一些斷章取義 然後把前面那段話無限制的擴大 這令人覺得非常遺憾 所以我要再次強調說 房地產的穩定是非常重要 是我們經濟的一環 所以我們為什麼對這一些炒作 我們絕對不遺餘力的來取締它 所以包括紅丹等等 我們最近的這一些查訪 每一次的我們的查訪 包括處罰 那有一些如果有廣告不實 我們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 去做相關的一些調查 所以對於有一些人刻意的斷章取義 來這樣子類似把這一些 講話的真正的精神把它扭曲掉 我覺得極為遺憾 那想問一下那個解骨災人舍案 現在目前的那個營救結果 現在營救結果有相當好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從預防 勸阻 救援 最後當然我們該就辦我們就就辦 那我們已經移送法辦這些人舍集團 也在台灣把這些人舍集團一一的破獲處理 所以我們在救援方面 包括我們警政署在泰國 在這些聯絡官都有去做相關的一些處置 那我們移民署在越南 在胡志明跟河內 這兩個都市都我們的移民官 那也配合我們在越南的聯絡官 警政署的聯絡官 還有外交部相關的人員 那一起到那邊去從事救援的一些工作 那也取得相當好的一些成果 這部長覺得那個經濟火車頭的說法 其實即便過這幾天您會改口嗎 這沒有什麼好改口啊 因為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房地產的穩定 不可以讓它暴漲 當然也不要暴跌 請注意我講的這一段才是重點 不要一直在強調什麼火車頭什麼 然後什麼炒房打房 炒房打房就是我要處理的 我就是要把這些炒房打房 繩之以防 我再次強調 高於地震的這個補助啊 是有些人質疑是有點大傻幣的質疑 我想對民眾受到損害的 我們盡量去補償它 讓他們能夠生活恢復正常 這是一件好事 那怎麼會變成大傻幣呢 所以我想我們對這一些貼紅單的 有一些給五十萬的補助 我想這個房子所受的損害 包括它這麼嚴重的這些損害 那這些只是恢復它原來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也並沒有因此讓它受益 怎麼會變成傻幣呢 如果今天我們讓它因為地震而受益 你可以說那是大傻幣 請問我們這些民眾有因為地震而受益嗎 沒有嘛 所以不要用政治語言 來把政府對民眾照顧的這些心意 把它給蒙黑 好 謝謝大家 看那個國際影片我加篇 然後很多人都說買不起房子 謝謝 謝謝 我加篇的部分 謝謝 謝謝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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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好了 這邊 這邊 廠北 滿倍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